跟著這個黃國昌兩個人跑去新北 那邊辦了一個飲法族 要有什麼動一動的活動 結果講太久了 講到下面的阿嬤整個腿都倒起來 說講半小時了 到底要不要動一動了 最後那個黃國昌還趕快跟他們道歉 但你看黃國昌對新北 滿腦子都是在想新北 但他去叫別人不要想 但是連中庭都表態了 還有什麼做不到 剛剛那個畫面其實是 他們本來是辦一個 那個給阿嬤的這個健身活動 但是因為剛好館長不是遇到那個 就是他那個店被撞 所以他昨天對著那些所有的記者 在那邊講他的那個官司的事情 講了半個小時 講到那個 後來黃國昌有點不好意思說 那個阿嬤已經在躁動 不是阿嬤在罵了 對 所以黃國昌自己也很不好意思 然後後來是這樣 這大概是一個花絮 但是大家在聊國昌國昌 剛剛講到反紅沒對不對 拍誰 2019年6月23號這一場 有沒有看到這個背影 這個背影是誰 這不是國昌喔 就是你啦 這師背秀後面是膽的喔 有看到嗎 抱歉 小弟那時候是第一棒 上台演講的第一棒 看到頭就知道是你 下腳兩大虎 然後這個 所以我現在比較納悶是說 那這一場 當初下面十萬 就是他 黃國昌跟館長辦的這場 623大遊戲 現在是精細四合戲 他我也想問 當時下面這十萬個這些 淋雨喔 兩大虎 起的這些朋友喔 在座 還相信國昌的信念的 究竟還剩多少 這個我覺得他其實 他可能有新的 新的信徒 所以他舊信徒 他接下來可能不會拿蔥 他接下來可能會拿一隻旺仔 大家一直在聊他 那根據本 因為我跟他接觸算很久 然後他的好朋友 也是我很好的朋友 那我就問他們說 到底是怎麼樣 其實 其實 因為他好像顯示跟我講 他說 其實 國昌的性格是怎麼樣 你知道 地球 他就是地球 所有人都應該要繞著他轉 所以 可是明明是繞著太陽轉 不是 他覺得他就是那顆太陽 你不能稱呼他叫背叛 你也不能稱他是背叛 因為他的中心思想就是 一切都是以他為中心 所以 這種一切以他為中心 他在每一個場域 每一個時段的時候 他都有一群人繞著他為中心 所以 在最早的時候 2012年那個時候 反後面的時候 他就有一群人繞著他為中心 後來 找時林英雄還找他 要組一個第三勢力 叫做公民組合 這時候大家都說 沒有你怕 後來公民組合是跟誰鬧翻 跟范雲 所以後來才跳成一個叫時代力量 一個叫社民黨 本來那個兩個是 林英雄是希望他們組成一個第三勢力 叫公民組合 所以那個時候 開始就有一些分化的情況 因為他要以他為中心 所以有一些人不想跟他為中心 他就只好去成立社民黨 所以當時一開始就實力為中心 後來實力為中心以後 大家要以他為中心 可是Freddy Freddy脾氣算很好 可是也沒有完全繞著他為中心 所以Freddy後來就被 被清出去了 然後這裡面最後一個就是 整個時代力量裡面脾氣最好的 最不會被得罪的 甚至贏的郭德伯都秋千志 連秋千志在去年 黃國昌他背棄了實力 他跳著去民眾黨 黃國昌最後在選前幾天忍不住出來 開那個影片在那邊罵他 你就知道 如果連秋千志都可以得罪 大概他也沒有誰不能得罪 但是重點是 你現在講什麼你知道嗎 我認為他是進化 我之前講他是呂布 但是他是進化版的呂布 他是2.0版的呂布 呂布在我們那個打丁洞的三國演義裡面 他的戰力是100 武力100 但是智力很低 黃國昌是有腦的呂布 什麼意思你不知道 因為他知道呂布最後下場不好 對 因為他三性加入 背棄一個背棄兩個 背棄三個以後 對 看破卡去人家就不要他 黃國昌進化版就是說 他雖然背棄一個 從民進黨開始背棄實力 我相信他很快要背棄民眾黨 很快背棄民眾黨了 很快了 然後他準備要加入國民黨 可是他的一個重點是什麼 你知道嗎 他會去看每一個時事 然後去決定 所以他現在不斷地去靠藍 就是因為 因為阿伯你又已經沒效了 你民眾黨沒效了 所以對他來講 他現在最 眼前最需要的其實 就是國民黨那些選民 所以我問你嘛 那些 你說那些 當年那些人支持他 從2014年 2016年那些 那些大概在千鳥運動 大概都跟他刮光了 他也知道這些票也沒有了 可是沒關係 有一個更大的餅乾 就是國民黨這些藍營的選民 你看他的直播 他之前直播 還沒靠國民黨之前 他直播大概一兩萬人在看 他現在是三四萬人在看 這表示什麼你知道嗎 你以為 你以為 你以為楊國昌什麼 什麼分敗 那個什麼 生敗明年分風 你已經錯了 沒有人家餅做大了 他得到一個更大的新的餅乾 所以他現在不斷地去跟那些 當年 可能他被要罵那些人 他去輸成嘛 這個有沒有效 有效 因為大家看的 尤其國民黨看的是什麼 國民黨選民看的是什麼 國民黨選民不在意你們 誰出來選 誰當什麼市長 他們要的只有一件事 拿回政權 2028拿回總統的政權 那這裡的前兆章就是2026 那國民黨如果新北市不讓給黃國昌選 自己提一個 黃國昌也出來選 薩卡頓的第一個 很有可能就是被蘇小慧的民進黨拿走 那沒有了這個最大的諸侯的這個舞台以後 國民黨想要拿回2028很辛苦 所以對國民黨的選民來講 給他又怎麼樣 新北市長就送他 真的嗎 因為送了他以後 以黃國昌的個性 你覺得他會支持阿伯選總統 還是支持國民黨選總統 可能是國民黨 不是可能 這百分之一百就是國民黨選總統 沒有 他要自己出來選總統 Oh my God 錯了 這個就是我要最後講的一件事 你不要小看他 他如果可以代表 就是用國民黨這種整個的方式 2026選上新北市長 以再被你料意啊 不要懷疑 我再跟你講一次 你不要懷疑 下一次的總統候選人 就是黃國昌 好 好 所以有個小草要七點半上班 林桃給五七點半給你薪水嗎 感謝支持全台灣最歡樂 這是含金量最高的直播政論節目 橫橫抖內幕 收視狂開紅盤 網路播放量突破兩千萬次 現在我要發出奶粉召集令 週一到週五下午兩點到四點 紅奶魚 奶球 一起抖起來 什麼你下午的直播沒有關上 不用怕 晚間十二點友善字幕版 等你一起來